赖清德在两岸关系上 在520走了一步棋 他既是一个巨大的赌博 同时他也堵死了 自己所有的退路 就是说他把这个棋走下去之后 他就必须走到底 因为他现在往后一退的话 民进党在岛内就崩盘 这个崩盘不是说选举 支持这些崩盘 就他聚集起来的那个动能 他就没有任何去调动的这个可能 就像刚才亮哥讲 然后一旦这个动能消逝 大家看到的是什么呢 大家看到的是一个 弊案产生的民进党 就蔡英文任内的所有弊案 长期以来被各方关注的这些弊案 都会放到阳光下进行检验 这些弊案无关同度 这只是一个合法和非法的这样一个问题 这个最后的结果很明显 民进党整体是经不起查的 现在民进党不仅是一个理念共同体 秉持共同的态度理念 它更大的是一个利益和分赃型的共同体 它从岛内的这个政治生态当中 构建了一个分赃结构 因为这个分赃结构在现在岛内 立法机构和行政机构的两方的 这样一个派别的分持下 它现在走到了一个临界点 就是说所有这些 涉及的利益关系要翻到阳光下来看一看 这个对于民进党来说是生死攸关 是生死存亡时刻 那么这个时候他能够做的事情就是 一切都是去赌中保台的牌 那么他抗中保台牌里面最 就是最tricky的 就是他自认为他最精明的部分是什么呢 我认为赖清德和 相当一部分岛内的台独势力 他吃定了大陆 他对大陆有心理优势 就是我独你不敢打我 这个是他们对于大陆对台湾的善意 大陆对台湾同胞情长期以来 对台湾政策的一种台独式的解读 就是说我们这边的所谓的善意啊 好感啊 优惠政策啊 表达 然后试图培养改变台湾民众对我们的看法 等等这一切话 归根结底 被他们就总结为一句话 说一千到一万你不会打我的 那我就搞啊 所以他就他可以做一件事情 一方面 他刺激你 他撩你 他让你发怒 他让你凶他 但是呢 他有赌 你不会真的打他 他不会疼 这样的话他两头吃 他两头吃 他吃两边 在台湾民众面前 他把自己捍卫成 所谓捍卫台湾独立的这样一个保护神的形象 你看大陆要呢 要这样搞你的 现在是我帮你拦的 然后呢 他把台湾民众放在他身后 当成一个 当成的 其实就是人质盾牌了 然后跟大陆讲 你动我 你动我砸在他身上 你先打他 你打不到我的 那长期以来 当然还有第三招了 洋人 那边有大腿我可以去抱 我抱那个大腿 后面有人质盾牌 然后你就是个怂货 这三条线我吃定了以后 我是无敌的 我干嘛不往前冲啊 傻子才不往前冲啊 他会认为自己是非常精明的这样一种政治计算 所以这个倒过去对大陆 其实我个人现在这个事情不见得是件坏事 为什么不见得是坏事 就是一个非常暧昧的局面被打破了 大陆现在遇到的情况是什么 大陆现在的情况就是说白了 赖清德这样子做了以后 你没有办法对他的行为和言论进行任何合理化的解释 这是触犯红线的事 然后触犯的是我们的核心力 后面要怎么做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会有联合力建2024A这个行动能够浮上台面的原因 台湾岛岛的民众不要以为这个东西是随随便面幅上的 大陆内部也有凝聚共识 大陆内部也有非常强烈的力量 就是不希望你任何形式对观众 有的 这种声音不是没有 我们现在要形成这个样子 包括像我个人在两岸问题上的一些看法 其实是有一个转变过程 你这个转变过程其实都是由台独力量的这种过激的这样一种言论 和这种对于台独的事实性的主张 彻底的去否定了我们一些善意政策的效果之后才达到这种效果 所以后面我认为大陆会做的事情 对于赖清德的言论我们就不要太去计较 这个计较的意思就是你不要指望用言论去骂醒 不可能不存在的 然后你可以指望说未来他要去收回去 但是这个指望不是说哪天他突然天良发现 就是我们现在要做的一件事情 对大陆来说就是不管你说什么 我就当你现在就是这个样子 然后我就往前推 推什么推几件事情很重要 第一大陆海警在海上执法权的海上执法和管理的问题上 实质性的先行同意 就是从离岛开始到台岛东侧 整个台湾海峡和台湾两侧这个水域 水面上的行政管辖权先拿回来 就管起来了 这个不会停的 这个不会因为演习结束而停止 就常态化巡逻了 常态化巡逻这是第一 然后常态化巡逻当中 对到了一定时间之后 就是开始行驶 对进出台湾的船舶 包括进一步领空空域民航飞机 报备和管理的权利 这是我们的领海 这是我们的领空 我们要去管 就开始做了 我就实质性的先行推进 第二件事情 我们可以做登船领检 我们必须要登船领检 就对特定船舶在进出台岛的时候 要做登船领检 这是行驶我们的管辖权 行驶我们的管辖权 然后呢 当然更大的一个考验是什么 大陆民众也期待看到大陆决心和行动的展示 就是正在审核中的ECFA 要有实质性的中断 要实质性的停止 之前台湾从大陆获得的实质性的经济收益 不好意思 这边中间可能没有办法做到 每一个受伤的都是非常精准的支持 来行得的 但是没有办法 这是他作为台湾岛内最高领导人 做了这样一个讲话之后 大陆必须要做出的反应 有这些事情 然后再做什么 其他的一些行动 常态化的这种能力的建设和演练 以及和美方的这样一种博弈 当然另一方面 台湾民众愿意到大陆来的 没有问题可以过来 但是呢 有一些认知 有一些表达 是要去做的 你比如说刚才我记得是 就前两天的节目里面 亮哥讲到了 就是关于台湾的这个艺人表态的时候 赖清德是不敢碰五月天跟蔡依林的 因为他的人数太多 但是黄安他是往死里打的 对吧 那你这个过气的 所以他就是个欺软怕硬的典型 他就是个欺软怕硬的典型 然后呢 他身边聚集起来的那个群体呢 也是一个欺软怕硬的政治投机 但是又非常善于用所谓台独理念 对自己进行包装和表扬的这么一种群体的典型 那么既然是这样的话 我们要抓住他的特点 就是用更多的行动 而不是话语 去推定 去推动我们的目标 我们的目标是非常清楚的 就像实现统一 而且我们在实现统一的路径选择的时候 也是非常清楚的 我们优先选择的仍然是和平统一的路径 我们不希望兵融相见 准确的说 这些过程中我们不希望台湾同胞留学